好啦 不过无论如何 这是民众对于现在执政党的一个怒吼 那来看看的是 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民进党 这个握有立院的 这个多数的立委的席次 又是执政党 把我们国家带领到哪一个方向 带领到哪一个地步 很多人用四个字来形容 一踏土地 现在这个信蜡危机 是不是也开始要爆发了 政绩用骗的吗 好 来看看 现在是不是紧张了 民进党的全代会来下午登场 那当然要跟赖清德一起进场 是蔡英文 那还有这个行政院长 陈建仁 他们要来说明施政的成果 意思说他们做的 到底有哪些很好 听说他们的主题 这回要紧扣的是 民主团结 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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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网友 麻烦了 因为呢 很多人真的对于最近的台湾 最近的中华民国的状况 很不满意 来他们要秀出的是政绩的影片 网友就说 天哪 诈骗国家队成功发表会 要来了啦 也有人说这个赖导 这个赖是赖清德的赖啦 但是也是这个赖 英文 骗子 说谎的谐音啦 赖导 跟他塞好的诈骗啦 诈骗集团的骗子的骗啦 另外呢 还有人说 中华民国跑到哪里去了 地都位 怎么影片主题都大撒币咧 你们是不是只会砸钱 买票 其他都没招了吗 还有人说 没有20万户社会住宅吗 好 这议题你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关心 都有人走上街头了 的确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民众对于现在的政绩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说 不要让民进党过得太轻松了啦 前立委郭正亮也说 赖清德 被民进党政府跟两岸危机 这两个背后铃给卡到了啦 卡到这两个婴儿啦 而且如果光电弊案 有新进展的话 可能还会进一步重创他的民调 那赖清德恐怕也很难不救啦 另外呢 侯伴的副召集人 我们的龙界先 谢龙界则说 其实呢 2019挑战蔡成为关键嘛 那个时候年轻人把赖打成是背景啊 这群年轻要转向赖清德了嘛 很难嘛 好 那个时候绿营自己内斗啊 结果赖清德被这个蔡英文的王军 听说是这样子嘛 被打嘛 当然没有证据了 但很多人这样传言 那他最后最难的 最难就是这一块 如果把这个当初被打的 这一块的年轻人族群 再拉回来 自己内部人都打他啊 好 其实呢 眼看我们台湾面临国际局势的变化 那绿营执政也有包袱 包含现在在野党非绿阵营的整合 的确 民进党你想要再度的延续执政的生命 赖清德想要来当下一届的总统 恐怕挑战非常的多 但的确民进党全代会今天的登场 看起来他们也是磨刀磨磨 因为外头有人游行嘛 他们呢 赶快来 要看起来要团结 要蔡英文跟赖清德 要一同计场塑造 塑造是焦爆的气氛 不过赖清德被顶出刚提到的三大挑战 这么多能够面对吗 东华大学的教授施政风施教授 他就指出赖清德 你现在狂打的是外交牌 美国牌 正是因为你内政牌 就失灵了嘛 只是呢 美中关系加快的和解 那你怎么办 不糗了吗 对赖清德的依赖美方的路线 恐怕增添更多的变数 另外如果要是国民党能够顺利整合 能够脚步能够站稳 对民进党来说是一场硬仗 有关美国这一块 一开始赖清德必须消灰潮水嘛 黑脸让蔡英来做 就是抗中保台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四个坚持的部分嘛 他就用和平保台 当然这里就牵涉到说 大的环境的部分 因为美国明年要改选啦 因为他经济的部分 现在稍微有点起色 但是外在的部分还是靠中国 所以必须要跟中国和解 布林肯已经到中国去嘛 算是和解了啦 至少不会那么兵凶站围嘛 AIT的理事主席也讲嘛 就是说他对台湾没有特别的偏好嘛 所以我是认为说外部的因素应该会下降 这阵子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会忽然打这个牌 外交牌本来应该就是国先生摆着嘛 那表示他内政牌有一点不是那种量力啦 你看他从私立大学的这个学校会的部分嘛 然后呢 陈建仁马上加嘛 我想赖审他一定要想办法突破 也就是说你看他从性骚扰案嘛 到所谓的民主的大联盟嘛 那到魏傲案嘛 其实已经连续三个都不是那么顺遂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要大游行啊 民进党那就会开始就会破一个城墙啊 赖审现在说我只要确定 让蓝宁的不要起保 但是目前为止看起来还不至于 也就是说至少韩国瑜这个部分 那初步还在努力嘛 对不对 那郭总大概是拉不回来了啦 好 所以我是觉得说到目前为止 侯市长应该还有努力的空间啦 如果国民党自行如果我脚步站稳 然后呢 他拿出一些比较通盘的 一个政策的时候 那就可以直接攻打他的对手啊 所以我是觉得也没那么糟糕啦 好 继续我们来关心 直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也就是CPTPP 这回在纽约举行部长级的会议 英国在今天正式的签数加入协议 英国是第一个获准加入CPTPP 欧洲国家以及非创始的经济体 不过英国协议呢 预计明年生效实施 到时候英国出口会到这个会员国的货品 将会有近99% 具有免关税的资格 不过 那我们的CPTPP呢 其实来看今天的CPTPP成员国 也预计将讨论两岸的入会申请案 不对于此呢 来因直言 蔡政府让国人又吃莱猪 又吃日本核食 还放宽了日本草莓农药残留的标准 对外宣称有助于加入CPTPP 我最终还是跟大陆同时讨论入会申请 来因炮轰 蔡政府的一切都是骗啊 陆云则回应说 台湾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我们回顾过去一段时间 莱猪吃了 说有助于加入CPTPP 日本的核食吃了 也说有助于加入CPTPP 我们放宽日本的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成分 也说有助于加入国际经贸组织CPTPP 可是到头来还是只有跟中国大陆同时的讨论 回向过去 英国跟台湾一样 在2021年申请加入 英国现在已经快要成为会员国了 已经正式通过了 台湾到现在为止 连工作小组都没有加入 所以蔡政府一切都是骗 为了要讨好美国 为了讨好日本 不惜牺牲台湾人民的健康 还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一个瓜葛 可见得要换取国际经贸的说法 是经不起考验的 对于台湾与中国申请加入CPTPP 有会员国意见不同 我们给予尊重 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 台湾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相对来看 中国要达到CPTPP所制定的公平竞争 和知识产权等标准比较困难 希望各国能够了解两国的差异 能够给台湾机会 蔡政府执政让两岸这么的紧张 不过马英九基金会邀请了陆生团访台 马前总统说两岸青年增加了情谊 哪里还需要战争跟冲突呢 今天陆生团第二天 形成来到了台中 来听他们怎么说 昨天在晶片的展馆 台积电创新馆 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 创新无处不在 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而今天当我看到自行车 这个行业的时候 当我走过它两百年的发展历程 我看到了踏板怎么样逐渐出现 怎么样两个轮子从一高一低 变成了几乎相同的大小 变得越来越便于我们去骑行 去通行 然后便于我们的生活 而且多了更多不同的设计 不同的功能 我就觉得真的就是那一句话 创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之前三月份马英九来到大陆 访问的时候 我也有幸跟马先生一起 参加了这个交流座谈会 这次也非常高兴来到台湾 能参加这么多参观 尤其是昨天晚上 马先生也跟我们展开了一些交流 就是马先生跟我们面对面 然后每个桌子都参与了 跟我们讲述了一些 就是关于比如说台湾这边的一些 饮食啊文化 我都觉得跟我们非常亲近 所以也非常高兴 然后今天也参观了吉安特的自行车 我作为一名理工科的学生 还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也收获很多 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能收获更多 能跟这边的青年学子有更多的交流 马先生总统在致辞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说 今年他73岁生日的当天 就获得了这个蔡英文政府同意 让这个大陆团能够来 那他认为说在这个时刻 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团来 对两岸和平 对这个稳定局势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他说他是他收过最好的生日礼物 郝书记特别讲 他觉得我们三月份 马前总统到大陆去讲的话 他非常的感动 包含我们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都是彦桓子孙 那两岸的年轻人 一定要多认识彼此 我们这一代的人 就是要推动让两岸年轻人 更加的合作 更加的紧密认识 他觉得这个工作是责无旁贷的 那他身为北大一把手 他也会非常非常的努力来推动 感谢观看